提出证据来 看看财产资料 虽然填写了比利时级配偶跟儿子的资讯 但财产申报却只有无心以名下的 根据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规定 公职人员配偶及未成年子女都要一并申报 否则故意隐匿 不时申报可处20万元以上 400万元以下罚还 我在猜了 可能不知道 如果知道的话 他还想这无所谓 因为财产承报不实 就花钱而已 金融也不是很高 花得起 那我们知道吴欣营副总统参选人 他的配偶是比利时的贵族 那这一次的财产申报却是全部都空白 那不仅仅让人怀疑是不是漏报了 或者是刻意的短报 除了吴欣营 其他候选人财报也曝光 侯友宜夫妻存款达到3958万没负债 名下有两笔土地三笔建物 邵少康夫妻存款多达7900多万 双北共三笔土地12笔建物 名下还有价值3000多万股票 身家破亿 赖兴德存款215万 背了1386万房贷 肖美琴则是存款1500多万 和一笔土地7笔建物 也有背房贷 柯文哲夫妻存款2464万 拥有多达9笔土地6笔建物 蓝绿白不止政治工房 身家财产也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三选综合报道